首都人民 10月30日 隆重热烈的欢迎阿富汗国王 穆罕默德查西尔沙拉 和王后霍梅拉 查西尔国王和王后 是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 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首都数十万人 冒着细雨 热情地向来自 友好邻邦的阿富汗贵宾 表示敬意 祝愿中阿两国人民的 传统友谊进一步发展 11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查西尔国王 和阿富汗其他贵宾 毛主席 10月30日 首都各界人民举行集会 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 十周年 祝贺阿尔及利亚人民 在11月1日革命的胜利大道上 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扬会 副主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刘宁一讲话 热烈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 为当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树立了一个敢于进行武装斗争 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 穆罕默德亚拉说 中国对于战斗的阿尔及利亚的援助 鲜明地证明了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 是多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 首都各界人民11月6日隆重举行集会 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7周年 大会由郭沫若副委员长主持 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刘宁一讲话说 十月革命的道路 是各国革命发展的共同道路 十月革命的道路 就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的道路 就是争取一切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 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苏联驻中国大使切尔沃年科 和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 鞭谢夫也在会上讲了话 西北高原 东苏省各人民公社 几年来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 今年大秋作物的展示很好 静远县三河人民公社的土地 大部分是沙地 今年种植的高粱和棉花 先后经受了汗烙 冰雹 虫害的考验 但是在社员们的悉心管理下 终于获得了增产 打鼓场上 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 社员们喜气洋洋 把粮食晒干洋净 逼争做到丰产丰收 河北省武安县 虫艺公社南庄生产大队 今年种植的三千亩棉花 平均母产皮棉七十多斤 比去年增产了一倍 南庄生产大队 四面环山 秋陵起伏 今年社员们在同病虫害 和阴雨天的斗争中 发扬了革命精神 加强劳动管理 保证了棉花的增产 在棉花丰收的日子里 社员们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 把精心挑选的好棉 及时地送到棉花收购站 交授给国家 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棉花的增产 生产的发展 内蒙古 席林锅勒盟 阿巴嘎奇 在一九六三年 建成了一个 木业机械综合服务 在夏天 剪毛大芒的季节 服务站的职工热情地为当地木业公社进行机械剪毛 提高了剪毛效率和质量 阿巴嘎奇 木业机械综合服务站 本着多种经营的服务方针 为木业公社开展了打防火道 收割四草等多项活动 为促进木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得